说起三大球类运动,唯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的就属女排,为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逢战必赢,女孩姑娘们正在北轮进行封闭训练,此次朱镇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已经公布, 郎平挂帅先帅女排大将朱镇为先锋出征亚运会,据了解,郎平首次挂帅出征亚运会,是1998年在泰国曼谷,中国女排表现毫不逊色,力战强低,在决赛中,面对全实力主将出战的韩国队,实力上略微欠佳,但是中国女排并未表现出切场心理,从容硬颤,在与韩国队大战四局, 最终以3比1战胜对手,就是相隔两届之后,中国女排再一次夺取亚运会冠军,而在上一届亚运会中,中国女排未派出全力应战,一路艰险闯进决赛,在决赛中再次面对强低韩国队, 这一次比赛,中国女排并未能让对手折服,反而被对手以3比0横扫,获得亚军,中韩两队在亚运会上的交锋可谓是女排界大战, 所以今年的亚运会中国女排,想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,朱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世界级的比赛,欧洲,全国性等比赛都打过, 但是亚运会却是第一次参赛,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挑战,朱婷也在采访中表示,在亚洲中,日本,韩国队的实力非常强硬,他们的体能比我们好, 这一次亚运会将会是一场硬仗,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始仅有半个多月时间,女排姑娘在朱婷的带领下,正在紧张的接受训练,此次出征啊, 运会,中国女排派出了全主力阵容,想必在赛场上会让对手无处逃生,朱婷做先锋的女排目的不仅在于击败前借冤家韩国队,更在于独取冠军奖牌。